歡迎來到 好 你是不是來聊一下這一次的戲劇啊 因為你因為這個劇場今天這麼豐富 那這些戲劇對你來說 跟以往準備起來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準備起來不一樣 其實因為以往我是演員居多的身份 所以因為現在換個位子 又編劇又導演然後又演 就會要想的事情會更多 因為等於說要處理燈光音效 然後演員怎麼走位 然後情緒怎麼丟接什麼的 就跟以往最不一樣應該就是 以前我只要顧你自己做 但我現在必須要顧整個戲份 整個團隊的這個劇 這個劇要呈現出來給觀眾的感覺 因為其實我今天就是從一早天那邊看 天還沒亮就已經一直在準備 一直到現在你們準備了一整天 就是你們其他劇每次要看以前都是這個樣子 還是說今天其實特別緊張 因為我們自己剛剛看到演員在隊啊 跟就是那些導演 就簡直內出來 跟人隊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那個氣氛感覺還蠻緊繃的 對 其實一般的戲也都會這樣 但是這一齣比較緊繃 是因為我們排練的時間 雖然排練滿長的 可是時間比較短 因為我們一般你來去排練都是 一個禮拜幾乎是排六一一 然後一天都兩個時段 早上下午這樣 但是我們這一齣戲變成排的話 是一個禮拜 你們排了兩天或是三天 然後都是排一個時段 下午這樣 所以它的 等於說時間容縮得比較緊 所以就會有很多東西 而且技術也比較複雜 等於技術到剛剛我們裝彩的時候 他們還在修整或什麼的 所以很多東西就是會 在 因為晚上就要演的 所以很多東西都會 它就是會感覺好像在緊繃的 但是 大部分劇場都會 都還是會有這樣子的情況 就是最 因為排練場跟技術劇場 不太一樣 所以技術劇場要配合 技術 燈光 舞台 所以 都會有很多的想像 那準備這麼久 今晚終於要演 你的心情怎麼樣 說不緊張是騙人的 但是我覺得應該更多的是 就是 期待 然後興奮 因為畢竟就是好像是 我們自己的一個小孩 孕育的一個小孩 然後要獻給世人 然後我們完全不知道 觀眾的反應或是什麼 但是 又覺得 嗯 我們自己覺得很滿意 這個作品 然後很有趣 很好笑 那 就是 因為我們自己有這樣的認知 所以更可以有那個 未知的感覺 的緊張感 或是期待 或是 未知的感覺 對 一同 過程 我們 在